您現在收看的是TVBS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Focus全球新闻 观众朋友 初次新年好 欢迎一起来Focus 全球新闻 还有春节年假可休 那么大家好者以下的 从今天这一节Focus来了解一下 全球经济理念 我们值得关注的几个关键性的新话题 那么首先是拜登的经济学 很高兴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 中金月WTO中芯的资深副执行长 欢迎李纯副执行长来 欢迎您 各位观众还有主持人 大家晚安 好 那么首先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这则报道 美国因为拜登入主白宫 已经挥别了Trump的单边主义 要回到国际社会没有那么容易 这四年中国已经趁系当起了多边主义的老大哥 而中国主导的RCEP 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正式签订总共有15国在内 经济规模占全球GDP的三成 包括了东协10国 还有中日韩纽澳总共15国 在这个架构下面 91%的商品再也没有关税 美国就算不打美洲贸易战 它面对自己一边一国 另外一边是豁上其流的多边贸易架构 这也加大了美国被孤立的压力 亚洲经济市场进入新里程碑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在15个参与国家代表 用视讯方式完成了签署仪式 今晚签订后是由东协论主席 越南总理阮春福发表演说 但一手主导RCEP却是中国大陆 代表签约的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更形容协定是多边主义 和自由贸易的胜利 相互之间的成员 他们的贸易涉及到90%的产品关税 最终都要变为零 那么在服务贸易方面 它的开放水平也比WTO要高得多 RCEP经济体量之大 除了印度因为担忧过多廉价 中国制产品进入打压自己国内市场 最终退出外 东协10国加上大陆 日本 韩国 纽西兰 澳洲 15个国家人口约22亿 经济规模近26兆美元 占全球GDP约三成 透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 建立统一市场的自贸协定 约有91%的商品 被除关税 我欢迎认为 澳洲和中国的占协定 成为了统一市场的占协定 成为了统一市场的占协定 我们的联系统一市场的占协定 是我们的联系统一市场的占协定 与地区共同占协定 与地区共同占协定 在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下 参与各国期望凭借着RCEP 为复苏经济注入新动力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和韩国 因为在此之前 日韩和中日之间 没有任何自贸协定 拿中日来说 在RCEP框架下 防制服饰部分进口汽车 机电音像设备和零件等 将大幅下降关税 中日日韩之间 就有了自贸协定的关系 使得我们国家自贸协定 贸易伙伴的贸易额 占到我们全部的贸易额 以前只有28% 现在能够达到35% 对大陆而言 RCEP无非是中美贸易战下的 绝佳避风港 甚至像是澳洲的 美国的坚定盟国 也都是成员之一 外界分析 在此压力下 可能促成美国重新加入 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 2017年时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 退出原本前美国总统欧巴马 力推用来制衡 大陆经济扩张的TPP 导致TPP剩下包含 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在内总共11个国家 重组CPTPP 进入拜登时代 再加上RCEP签署 不少人看好美国能加入CPTPP 另外英国媒体BBC分析 RCEP各国经济差距大 贸易自由度实际执行起来 恐怕低于CPTPP RCEP这个堪称全球最大的超级经济圈 将如何重塑世界贸易市场 还有待观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看到这里 就想请教一下副执行长 那么在我们春节前所播的新闻里面 大家会觉得有点意外说 拜登也喊出了一个叫买美国货 Buy American 那这是一个行政命令 那我们马上会联想到 川普的美国优先 那所以这个拜登是不是延续了 其实他骨子里面是延续了 在经济上要采取 相对比较保护主义的一个立场 那如果来拆解 这个所谓的买美国货 拜登的买美国货 我们要把它拆解成 怎么样一个比较清楚的 预算架构跟范围 好 其实美国历任总统 在用不同的法律工具 都有在推动这个买美国货 其实欧巴马时代也有 这个法律已经非常多年了 但是前前后有做调整 那这一次这个拜登 这个所谓买美国货的 这个行政命令 它其实不是创立一个新的法律 它其实是要修改 现在法律漏洞 举例来说 现在这个美国政府采购 联邦政府采购法里的买美国货 认定的所谓美国的 就是美国制造的比重 一定要50% 拜登说这太低了 我们来检讨可不可以提高到55% 另外一个 譬如说像运输工具 火车这些轨道车辆 拜登说希望可以买美国的内容的含量 希望可以拉到95% 他这第一个检讨 第二个 现在买美国货的条款里有很多例外 联邦政府 州政府就可以很轻易的说 这个买不到美国货 我们就不要受这个局数 他认为这种例外的规则太宽松 他要把它缩紧 你不能任意的就抛弃了 或豁免了 豁免了 一定要买美国货 这样的规定 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其实是延续过去 历任总统 都想要利用采购的力量 来扶植美国的 所谓制造业 或是其他服务的发展 从这个角度看 我觉得大家可能对拜登有一点点误解 拜登的这个政策 如果你可以归纳 他还是在谈 美国第一 但是他的美国第一 就是美国优先 他不是单独的优先 他说他要跟所有民主的国家 他的盟友要共融 共存 然后共同来发展 可是在这个发展的先后顺序里面 他还是很注重美国优先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买美国货 这个大概只是他的起步而已 他接下来会有更多 看起来他二月的国会演说 会提出更多 包含了说制造业的回流 他说他要重振 美国的制造业的能量 他说就是 每一周都要有一个制造业特色 他要借此来创造就业 来重新注入所谓薪资成长的动力 这些都是 还是非常从美国的视野 看看事情的一个角度 所以如果照这样讲 我可不可以把它用一个形容说 其实这个框架是在的 买美国货 或是以美国制造为优先 至少就政府采购来说 这框架是在的 只是看历任总统 他要不要把它变成一个紧箍咒 他要把这个框架限制到多年 那这个里面 有没有受到自由贸易 比方说WTO 它本身有一些额度的限制 就你不能无限上钢 没错 好问题 其实这个美国跟台湾一样 都是WTO有一个 叫政府采购协定的成员 那这个成员里面 现在如果含欧盟有44国 那欧盟如果算一国 大概只有不到20个国家加入了 台日韩 然后这个东协跟中国 都还没有加入 那这个里面美国承诺 超过18万美金的采购 譬如说如果是服务或是财务 就是买电脑这些 超过18万美金的标案 他就必须公平对待给所有WTO 这个所谓政府采购协定 GPA的成员 所以其实您刚才的问题是讲 它有一个界限 按照这个买美国货的规则 超过2500块美金的采购 就要去满足所谓买美国货的要件 可是又有一个WTO的规则 就是18万以上 你不能买美国货而已 所以其实买美国货的范围 大概就是2500块美金以上 18万美金以下 这样的一个范围的采购案 才能够去追求这个极度的 所谓买美国货的目标 那如果我们先讲台湾 以我们台湾生产制造 对美接单的这个本质来看 我们有没有受到这个的影响 或者直接冲击 以过去几年 我们参加美国政府采购经验 影响非常有限 因为第一个美国的政府采购程序 非常的繁琐 很多的法律文件 所以台湾的企业 比较少直接去投标 我们大部分扮演角色 是下包商 对 那个主包商大概都是美商 美商取得了一个标案 再回过头来 把台湾纳到它的供应的链里面 所以如果假设是有一个 买美国货的案子出现 那是其实上游大包的美商 他要想办法先去满足 那50或55%的美国制造产品 另外45% 他就很可能 比如说跟台湾 或者是跟韩国来采购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一起看 下面这一则报道 这个报道 我们待会就会触及到 拜登经济里面 对于中国所带来的改变跟影响 中美关系目前还是持续僵局 那当然这中间加上了新冠疫情 让全球的经济都倒退路 中国大陆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 非常受到关注 他的五中全会发布了第14个五年计划 那么他的这个计划经济发展的主轴 号称是双循环 简单来讲就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性 然后呢 要面对美国的科技防堵 十四五的规划 把目标放在要达成中国大陆 科技自立的这个目标 中共第十九届五中全会 全场聚焦的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手中那份十四五规划 大陆未来五年的社会经济发展走向 全列在了上头 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加快构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没有意外的 在美国发动贸易战下 双循环成为经济发展主轴 大陆强化 把科技自立自强 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深入实施科教新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要达到科技自立 大陆不愿意关键核心技术 老被掐脖子 五中全会上公布的十四五规划 虽然致自未提中美关系 却明白显露危机感 创新几乎放在了最前面 这可能就是为了应对 前一段时间的中美科技战 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 实际上是存在着平息 大陆学者分析 十四五规划 突出科技创新跟双循环 并不像从前一样设立明确的经济增速目标 只提到今年大陆GDP将突破人民币100兆 也完成了脱贫目标 至于涉及港澳台的内容 也比以往着墨的少 要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 没有台湾字眼仅轻描淡写的带过和平统一 而原本期待被北京中央融入 十四五规划发展大局的香港 也只得到长期繁荣稳定六个字 这下让香港亲中派人士玻璃心碎了一地 香港被边缘化之说再度掀起 中共中央才赶紧在五中全会后的 新闻发布会上补充说明 只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加强港澳与内地交流合作 支持港澳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香港澳门就一定能够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在五中全会上没有出现的内容 还有大陆未来接班人议题 外界认为尽管没说 但规划时不时提及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由此可见 大陆的未来依旧牢牢抓在习近平手中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富士行长或许有人认为 美国在川普的四年 他在高度的强化自己是单边主义的情况下 那么其实别的国家已经进行了 不可回头的一些重组的一些变化 比方说中国在亚太区域的经济影响力 所以在拜登经济里面面对中国 我们讲区域性好了 他要怎么说 他有可能用平衡这个角度吗 对但中国不是停在这边就不动了 他还不断的不断的在合纵连横 所以这个局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 拜登经济他目前所展露出来 他想试图去重建美国影响力 在亚太区域的做法 好 拜登的这个政见里面 谈到这个所谓重返亚洲 或是说这个美国的所谓亚太战略里面 第一个这个印太战略 这个词他接受 所以他新任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 Jack Sullivan 他也用了这个印度Pacific这个概念 在讨论很多事情 第二个就是说 他就是拜登跟川普最大的不同 就是他认为美国不应该单打独斗 来独自跟中国来对抗 他应该要跟更多的盟友来结合 所以这几天 从这个国务卿布林肯 一直到拜登自己都在讲说 我们两个国家GDP差不多 但是美国的盟友加上美国 我们已经在了世界可能一半 接近一半的GDP 他的意思就是说要结盟 所以结盟会将是成为拜登 接下来在亚洲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 因此有很多人谈到说 好 结盟很抽象 你可以去访问很多国家 然后拜会 然后好像表面上看起来很团结 但是毕竟他还是有点抽象 所以其实美国华府 几乎所有的权威智库 不管不分他的党派色彩 都一致强调 如果在亚太区域要展现结盟决心 那美国必须要重返CPTPP 就是我们刚才说 川普一上来就退出了 前身TPP那个协定 CPTPP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 这个里面都是美国盟友 都是可以说美国揪来的 日本 澳洲 第二个CPTP的标准非常高 所以它可以作为美国未来 继续在譬如说WTO 推动所谓下一个世代的贸易规则 改革的一个基础 第三个就是大家都期待 因为现在英国已经宣布 马上要想要 已经正式申请要加入CPTPP了 所以这个CPTPP会成为 美国具体展现所谓联合盟友 然后来反制中国 或者说把中国带入一个 所谓下一个阶段的贸易规则 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 所以这几个理由加在一起 拜登可能会很快的去思考 CPTPP到底他要怎么来 加入的一个策略 好 所以对抗中国 防止或说平衡中国的 崛起或做大 这个本质是不变的 站在美国内上 完全没有改变 没错 对 只是他的手法跟做法 会寻求更多的结盟 多边会出现 但目的还是对着中国 那么请问 就中国念字在字 就科技来讲 美国有没有可能扮演某一种 科技产业结盟的 重回领导角色 我想已经慢慢展现了 这个议题其实在 欧巴马总统的第二任 美国就已经有很多讨论了 当时美国白宫科技办公室 就已经提出报告说 比如说在半导体的领域 或者AI的领域 美国必须要跟日本 韩国 台湾有更多的 这种合作跟结盟 当然川普任内 川普太反传统了 所以把原来这个 比较长远的布局 现在有点打乱 拜登现在要重新回来 这个结构下面去推动 所以拜登主义 谈的就是结盟 这个结盟不但是 政治上的结盟 也不会是只有经济结盟 当然在科技的结盟 也更为重要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半导体 因为半导体现在几乎是 所有下世代科技的核心 中国其实也了解 其实美国长远计划 就是要围堵中国 所以它在发展 所谓自主创新 也就是要降低 对西方世界的依赖 美国同时 拜登另外一个特色 就是他是要透过壮大自己 而不是惩罚中国 来取得跟中国对抗的胜利 壮大自己的过程里面 他就必须要 特别是在这些高科技领域 重新的启动跟台湾 韩国跟日本的这种结盟的做法 所以这种 就是他自己要壮大自己 二方面他要结盟 第三个是中国自己 也在加速科技的发展 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之下 拜登的政见讲过了 未来他应该很快就会实践 这种所谓高科技结盟 这样子的一个策略 欢迎回来春节继续focus 其实了解拜登经济 对全世界来说 都是期望在疫情之后 反转复苏 一个最大的迷面 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当然是美国 在新冠疫情失控重创之下 2020一整年 它的经济萎缩幅度是3.5% 这个幅度是75年以来 美国承受的最大衰退 那么拜登新政府 当然挑战很大 美国联组会的主席都说了 现在美国经济最需要的是 全民打疫苗 那么或许呢 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 真正能够接种注射的数字 是拜登的第一个KPI 美国必须先把疫情控制住 经济才有可能谈复苏 那么拜登一上任呢 针对疫情和经济签了超过10个行政命令 他也推动联邦政府 我们刚刚提到的 采购美国货 拉抬美国制造业 那么现在对他来说 难度很大的是 三月必须要通过1.9兆美金的纾困方案 这个协商现在又重新陷入僵局 新冠疫情肆虐下 2020美国经济注定是衰退的一年 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最新数据 去年一年美国经济萎缩3.5% 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年度下滑 也是二战后1946年来最大跌幅 正如美国总统拜登说的 这是一场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 除了政府和房市 几乎每个行业都陷入衰退 占美国GDP超过三分之二的消费者支出 下滑3.9% 是88年来最惨 美国联者会主席鲍尔说的直白 现在对经济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施打疫苗 联准会2021年第一次利率会议决议 维持利率0-0.25%不变 承诺会继续支撑经济 拜登就职的第一周 美国有84万7千人首次申请失业救济 2021年初 约1830万美国人领取失业补助支票 根据芝加哥大学和圣母大学调查 2020下半年 美国贫穷人口增加2.4%到11.8% 相当810万人 是60年代以来最大增幅 失业贫穷 伴随而来的就是上千万房客 因缴不出房租等问题 遭房东扫地出门 拜登一上任 立刻签署行政命令 延长驱逐房客与法派禁令 至少到三月底 同时延长学贷暂停偿付到九月底 拜登深知眼下要经济复苏 关键就是控制疫情 就职隔天 他立刻公布国家抗疫战略 一口气签了至少十项 新冠相关的行政命令 拜登上任头三天 祭出的30道行政命令 总统备忘录和各机关指令 当中约一半都是疫情相关 三分之一翻转前朝川普的政策 第二周再宣布加码 向药厂追加购买两亿剂疫苗 不过拜登也没忘记 让川普旋风席卷美国的口号 美国制造 喊出买美国货 要强化本土制造业 美国政府是全球商品服务最大单一买家 拜登透过对联邦政府采购 实施更严格的规定 利用庞大购买力增加购买美国制产品 另外也结合对抗气候变迁 推动清洁能源政策 在锋利和太阳能产业 创造数百万个高薪工作 不过接下来拜登的重头戏 则是让国会通过1.9兆美元 相当台币53兆的纾困案 白宫目标让纾困案在3月过关 拜登团队邀请16位跨党派参议员商讨 但不少共和党人反对 再一轮纾困支票 尽管拜登政府倾向取得跨党派同意 但民主党议员似乎已有意动用 他们在参众两院的优势 经济学家预估 今年第一季 美国经济成长率仍会在2%以下 但随着拜登祭出更多刺激方案 更多美国人接种疫苗 夏天前经济成长就会加速 纪维新闻综卡报道 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 分析拜登经济的是 中心院WTO中心资深副执行长 我们首先还是要请教一下 我们刚刚看到里面 他提到一个 联邦经费跟美国制造的关系 美国购买的关系 这个我们刚刚前面有点到 我们在报道里面看到 拜登是重申跟强调 拜登的经济政筑非常强调 就是所谓重建供应链 他用供应链作为一个链子 把所有他的经济政策 都把链串在一起 供应链是作为投资 所谓美国中产阶级的核心 供应链是作为确保 防疫物资的满足 供应链是确保 譬如说半导体的掌握 所以它的核心概念是 重建美国供应链 所谓重建美国供应链 指的意思当然就是说 过去美国的供应链 都因为外包 因为全球化 流失到海外去 以前即使联邦经费的 它也可以在中国制造 所以他们最近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 未来如果用联邦经费 进行的研发的 结果的产品 譬如说我申请了联邦经费 来研究6G 或者是7G的技术 一旦研发出来之后 拜登认为这个研发成果 就要made in America 就要在美国生产制造 他们举个例子就是MRI 我们常常用的 就是核磁共振技术 这是美国的联邦经费 支持下的研究出来的 一个医疗科技 可是现在所有MRI的机器 不是日本制造 就是中国制造 所以拜登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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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如果你拿我们联邦经费 做的研发的成果 未来就是要在美国制造 来补强落实 它这个所谓供应链回流 或是重建美国供应链 这样的一个核心精神 这个在大家一般的 医学经验里面都有的 生命里面的医学经验 这样子就印象会非常的深 刚刚我们这个报道 主要还有在谈到 就是拜登他对于 安内这件事情 他必须要尽快的 改变这个民不聊生的情况 他现在这个1.9兆美元的 这个纾困方案 我们的focus在春节前是说 最快大概三月 当然民主党也想说 我跳过协商 不然我就参众院 我试试看 我就是强势通过 众议院有可能 但是参议院 因为美国有个 很奇怪的规定 就是那Pilibuster 就是说 它不是5050票的表决 是如果你没有办法 用60票通过的时候 那么反对党就可以采取 这个所谓 这个就是漫长辩论的方式 一遍 变个90 一个人上去讲5天 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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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那共和党现在不放弃这个权力 所以民主党如果要强势 在参议院通过 他不但50票的民主党 都要支持 他要另外再拉到10票的 共和党的参议员支持 才能够避开这个所谓 这个漫长辩论这种程序 然后直接表决 那三月会多紧张 就是如果他三月还没有 现在就麻烦 因为大家知道 美国人的储蓄率很低 所以上一波的纾困里面 有个很重要的方案 叫做现金支付 它针对符合条件的美国人 每个礼拜给予300 直接给300块美金现金 来支持他们的生活周转 这个在三月初就要到期了 所以如果这个1.9兆 没有办法接上的话 很多美国人手上 可能就没现金了 问题来了 很多美国共和党参议员 也有一两个 民主党参议员认为 这种现金支付 没有排付条款 谁都可以拿300 结果该拿300的人 明明你可以给他900 可是因为每个人 都要发300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聚焦 他们现在对这1.9兆 很大的一个质疑 就是这个 他们叫direct payment 就是直接给人民 现金这件事情 他们觉得有很大问题 所以即便民主党 自己内部也有一些 不同意见 所以现在看起来 要在这个三月中 如果可以通过 还是有一些 这种挑战 或是障碍需要 等于说他政党协商 他要抓一个很难的天平 就是你要求快速 跟公平正义合理分配 你要处理这个复杂的机制 达到公平正义 那就可能没有办法 那么快速 我们看到这是拜登经济 在2月到3月 有很大的挑战 还有就是他这个重建美好复原计划 不管他名称是什么 我们怎么样来看 拜登经济 老师刚刚提到 他有一个 至少有一个是 值得肯定的 就是不管他经济内容 目前都还是口号 他会让他觉得 比较少意外 那光是这一点 他的意义有多大 没错 我们一般讲一个 政府的稳定度 我们看比如说两个P 一个叫做 一个叫做policy 就是他提出什么样的证件 另外一个叫做people 他用什么人来落实 这些证件 那现在因为拜登刚刚上任 我们需要给他一点时间 他说了一百天内 他会把完整的证件 都慢慢端出 可是people这一块 已经大概都确定了 从财政部到商务部 到国家 到白宫的经济顾问 现在人都已经底定了 到国务卿 那这些人有个特色 就是他们都是老将 大部分都是奥巴马时代的人 还有治国的经验 那当然我必须要修正一下 他们都是奥巴马政府的人 不代表拜登是奥巴马2.0 他们整个的思维 其实都改变了 奥巴马的时代 还是要跟中国对话合作的 拜登已经非常强调 就是要对抗跟竞争了 好 那这些 所以在事前 大家就都猜 譬如说国务卿应该是布林肯 结果毫无意外 真的就是布林肯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 也有人猜说 那国家安全顾问 会不会是这个 Jack Sullivan 结果每三天后 他就宣布说 Jack Sullivan会接国家安全顾问 那这个叶伦说 大家也传说 他要接 财长 所以拜登其实不担心 大家猜中他的人事 他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思维是稳定 可预测 其实企业跟社会 最需要是可预测 不要那种像 像川普这种很激进的 或者醒来之后 决定那种急性式的作风 其实对美国 对大部分国家都说不了 好 所以这个是预告 或者我们可以说是 确认了他的有某种 比过去四年幅度很高的 一个稳定度 对 可预测 在刚刚的报道里面 还有提到 就是一切的一切 要来自他的supply chain 里面的疫苗供应 在我们春节以前 拜登政府确认 可以采购到6亿剂 我们以3亿人口来看 照理说每个人可以打到 民众对于拜登的信任 愿意注射疫苗的 比例也提高了 请问这supply chain 它的supply 目前比较大挑战在哪 其实它有很多 因为川普最后几个月 对于防疫的作为 很多loophole 就很多漏洞 这几天传出来说 川普政府任内 下订单了2000万剂的疫苗 现在找不到 就是有订单 但是找不到疫苗 所以纽约州一直在跳脚 对 所以虽然他说这个6亿 其实看起来还有很多 需要去整理的东西 第二个 美国跟台湾不一样 很多美国人是抗拒打疫苗 过去的流感 然后到这个 甚至小儿麻痹 就是很多的疫苗 也有很多宗教的因素 对 宗教的因素 他们觉得对 上帝就决定了一切 所以这个 虽然有6亿剂的疫苗 但是有多少 实际的施打率 那个会是关键 实际上美国 现在还有很多民众 是不施打 不决定不打 第二个其实是 就是广泛的testing 就是普筛 因为其实美国有很多人 他根本不知道他得过 或者是说 潜在在社区里面 现在他们这个 筛检率也非常低 美国有科学家说 只有开车去筛的 才有筛过 那些躲在家里的 我们都不知道 这个隐藏的情况 所以第一个就是 疫苗怎么样促进 第一个疫苗 他要盘点 他到底订购了多少疫苗 6亿剂里 有多少真的是可以到货 第二个 美国的美国人 到底可不可以提升 他们施打疫苗的意愿 第三个 美国的社区里面 到底还有多少 隐藏性的疫情 现在还没有被发掘 看起来 拜登是走在对的路线上 可是会需要点时间 来做盘点跟真理 了解 所以他的内部管理需要一个比较高的时间成本 如果这边清楚了 后续推动应该就会 可以加速进行 对没错 我们广告之后继续要来谈 在拜登经济里面 我们还要看到 他有这个保护主义 那么究竟这个保护主义 刚刚我们大概略略点到了 但是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谈 好我们继续focus 拜登经济 有一个名词 我觉得像是每次提到 未来趋势性的经济 就叫做永恒的名词 什么时候变动词 就是绿能经济 不过拜登上任美国总统的第一天 他就立刻宣布 重返巴黎协定 这是当时川普所退出 最引人瞩目的 因为川普从来就不相信气候变迁 那拜登要重返巴黎协定 要签署一系列 对抗气候变迁的行政命令 然后他这个里面命令 有非常具体的做法 比方说禁止公家 出租任何土地 再做新的石油 跟新的天然气开采 然后2030年之前 他希望能够达到一个数字 就是保护美国的国有 30%的土地 30%的水资源 然后行政命令里面 他也下令所有机关 一定要在政策里面 考量到国安外交政策里面 都有气候这个因素 那么拜登的做法是 因应气候危机 他宣告大家 美国是一刻都不能等 联合国的开发计划署 在50个国家 做了一份号称 全世界最大的民调 结果发现 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人 都认同气候危机 到了最急迫的时刻 宣告重返巴黎协定一周后 美国总统拜登 再就对抗气候变迁 采取行动 一刻都不能等 让拜登一口气签署 三项行政命令 包括禁止公家出租土地 作为新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2030年之前 保护国有30%的土地和水资源 并下令所有机关 将气候考量 放入国安和外交政策里 拜登正宜一再强调 这不但不会拖垮就业情况 反倒能刺激就业成长 为美国经济带来利多 换卫气候行动的 还有拜登提名的 能源部长格兰霍姆 他在美国汽车制造业重镇 密西根州做了八年州长 凭着切身经历 他在自己的任命听证会上声明 如此可保障美国就业机会 不被外国企业抢走 尽管这些性命令 原来石油巨头的批评声浪 并且和川普主张的政策 大唱反调 但拜登还是保留了这一项 拜登政府积极的态度 让全球气候环保人士 纷纷寄予厚望 同时他们更期望 美国和中国大陆 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 能够联手合作 加速解决问题 就在政府当局 环保人士 各自喊话呼吁 正式气候变迁的急迫性时 全球民众又有怎样的警觉 对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做了一份号称 全球最大规模的民调 访问50个国家 共120万人的意见 结果发现有三分之二 约64%的人 都认同气候变迁 是一个急迫的全球性问题 由于这份民调的对象 超过半数都在18岁以下 结果发现他们比其他年龄层的人 更能体认到气候危机的急迫性 如今美国再度执起指挥棒 也让全球看待 这条对抗气候变迁之路 从优心转为信心与决心 特别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要请教 这个李纯副执行长的事 我们看到拜登的 这个经济振兴里面 他这么强调这个环保 那所以他的基础建设 跟绿色能源 他一旦整合起来 我们可以想象的 现在落实在他哪些规划里面 好 这个拜登 这个非常有智慧的选择 这个绿色能源或是环境 这个绿色经济作为他的主軸 因为一方面 他进了美国 作为一个领导者的 世界公民的义务 好 第二个他用这个东西对内 然后带动下一波的经济发展 刺激的来源 好 那从这个 他自己内部的这些经济 这个发展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 基础建设他也结合这个绿色 他说他要 他要这个全面改善 他的这个交通 他要让大家尽量少开车 他要在美国广设 50万个充电站 让美国所有人 都开始改开电动车 美国要投入研发 来降低这个电动车的成本 然后这个他要高铁 所以大家就不要再减少 然后这个美国的发电 2035年他有个目标 全面停止用这个石化燃料 就是煤跟石油 其实没有很久 没有很久 所以有点像台湾当初讲说 要全面用这个 所谓新能源 或者说这个可循环能源 来替代这样的感觉 这个当然是从环保的角度来看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背后有庞大庞大的传机 譬如说 他光是要盖这50万个充电站 在各州 就会在所有的州 在每个美国的角落 都会创造出很多的新的机会出来 他用这个方式来引导 政府以及民间资金的投入 因为他比如说美国 政府拿50亿美金出来 做这些改善 同时间美国的做法就是 企业可能是拿250亿 来做同步的投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正确的方向 对他作为一个全球领导 对于刺激美国 更重要的是让美国 摆脱过去这种高污染 传统的国家 卖到一个真正跟欧洲 甚至亚洲国家 看起的这样一个地位 我觉得这个策略是 是对美国 对他自己都非常有帮助的 那他的这个绿能里面 如果我们讲到零碳排 那先直接跳到这个电动车 这一环 那特效电动车 我们就谈他的领头羊 也是全世界的领头羊 这个特斯拉好了 那最近也有说 就是像我们台湾 也有吃那个特斯拉单的 很多高科技的公司 刚刚在报道里面 他们举出的例子是 也就是汽车 就是所谓的美国制造 那这是不是使得 他对全球经济 就他的供应链来说 美国可能会透过 他的民间企业 比方像特斯拉 要求 如果你是我特斯拉单的对象 你必须在美国设厂 完全没错 最近传出的消息 对 最近传出来 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强调说 拜登的两个主軸 一个是供应链回流 另外就是这个绿能 所谓供应链回流 不是最后那台车子 在美国出装 他要的是这个特斯拉里面 所有包含了电子 是车用电子 包含了电池 包含了传动 包含了仪表板 所有最好 都在美国生产 OK 那当然 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 企业不会说 拜登出来喊一喊 为了爱国 我就想应你 他必须要寄出租税 补贴 奖励 各种的诱因 所以我们已经看到 我觉得特斯拉 现在已经在布局了 他看好电动车市场 未来在美国 会有非常多的资源投入 包含了政府 公部门的资源 跟私人部门的资源 可是你要享受这些资源 可能会有一些 美国制造的门槛要达成 我觉得这可能是 特斯拉现在在 招兵买马 要加速供应链 至少一部分 或是关键供应链 要去美国落地生产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所谓落地生产 不限于美商 这就是为什么 有很多台湾的供应商 现在传说 都要随着特斯拉脚步 要去美国落地 所以我之前开玩笑说 台湾以后 不能只有新南向政策 恐怕也很快 要有新东向政策 因为我们看到 一开始是半导体 当然一开始是鸿海 现在又是半导体 现在又是电动车 未来可能还会有 E-way产品 有很多拜登认为 优先回美国生产 恐怕都必须要 去美国落地 也可以看得出 其实美国在 全球研发的经济力上 还是非常非常的超强 比方说 你没有什么选择 是我不吃特斯拉单 就像现在苹果单一样 然后我可以 以我同样供应链的 去拿到别的单 因为特斯拉 已经远远的巨大 超越其他所有电动车 完全没错 尤其是在下世代的 科技里面 他们大部分人盘点 就美国也许上市了 很多制造能力 可是在这些 所谓下世代 新兴科技的研发 跟关键的技术 掌握程度上 还是独霸全球的 所以他是有能力 对于他的供应链 呼风唤雨就对 绝对是 而且美国有个特色 他很会把不同 看起来不同的政策 跟这个产业 把它串在一起 就像特斯拉 绿能 供应链回流 完美的组合 美国这种 跨议题整合能力 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 领先太多太多 或许是他的 中央政府或智库 在长久以来 去处理追求 美国利益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这个时候我们就 换另外一个面来 看绿能 在川普的时代 这个裂解 美国这个裂解石油 然后让他自己 本身的这个产量 支撑他自己 就是 这个石化的能源需求 使得他跟中东世界 好像可以保持一个 不会让这个经济 演变成政治筹码的关系 那现在变成 进入新绿能时代 美国还是需要一些 石化能源 但越来越减少 那怎么看 他跟OPEC之间的关系 会我们扩大到 他跟这些 中东产油国之间的关系 非常非常微妙了 川普的特色是 他高度的 跟这些产油国互动 他事实上 有人说川普的特色 就是他维持一定的油价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美国的页岩油 油价高 美国的页岩油 才有这个收益 才会增加 所以他带着美国 介入了很多的油价之地 拜登恐怕要 正好相反 拜登可能对这个OPEC 可能是渐行渐远的 一种感觉 因为就回到比较传统美国的 面对这些产油国的立场 就是我不会介入你 但是我油价会有个底线 当你标过这个底线的时候 我可能会跟你做讨论 但除此之外 我不会跟你有太多的互动 这是第一个 传统的路线的回归 第二个 因为拜登非常强调这个绿能 包含了这个欧洲 整个亚洲线都很强调绿能 我觉得OPEC的国家 也领悟到这个问题 就是大势所趋 他必须要加速这种 所谓化石燃料的这种改革 否则有一天总是会面对 就是化石燃料 全面被淘汰的问题 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很高兴在这么复杂的 拜登经济的议题里面 邀请到 在春节议题上 谢谢中纪元WTO 这个研究所的资深副执行长 李纯副执行长 来跟大家分析 也欢迎以后 在我们Focus的节目里面 随时提供大家 对于变动的美国经济 拜登在执行层面 更多的分析跟解释 谢谢您 谢谢 美国经济仍然细于 疫苗打好打满 之后根据刚刚 这个副执行长的分析 美国经济的前景 在拜登领导下 大有可为的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春节还没有结束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